7月10号 印美日开始在孟加拉湾举行马拉巴尔2017海上联合军演 首次出现了三国都派出航空母舰的盛况 这个规模放眼当今世界也可以说是顶级的了 那么声势如此浩大有针对中国的意思吗 有针对当前边境对峙事件的意思吗 朱先生 这次军演基本上可以说就是针对中国的一次大规模的军演 但是如果具体到具体的边境事件的话 我觉得这个又有点想多了 实际上边境事件并不是这次军演之中所需要去演习的目的 比如说他没有对印度陆上的支援 比如说从海上 我支援你印度陆上 没有这方面的科目演练 反倒更多的是反潜或者说是在海上交战的这样一些的科目的演练 所以说中国的海军逐渐开始走向蓝水之后 实际上印度一直有一个心态 就是我要在印度洋这块保持我的绝对优势 不能让中国海军随便进来 这次军演恐怕还是基于印度这种保护自己印度洋 印度洋是印度的印度洋的这种心态而做的一次演练 在这个方面想请教一下叶先生 印度在印度洋上对于中国的远洋贸易线路还有能源线路 到底能构成多大的威胁 而且这种威胁是否会牵制或者影响到中方在中印边界采取措施 或者说采取某种态度的它是否构成一个因素 好多人都被卡普兰的一本书就是季风给忽悠了 卡普兰在美国记者他在这本书里说到 印度洋地区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一个海上安全枢纽 是因为他控制了从中东产油区到亚洲 到马来亚海峡进入远东和穿越非洲的好望角 进入欧洲的这么一个重要的商道等等 说的很漂亮 你在地图上看也确实是那么回事 但是我们一定要搞清楚 这里面有战时和平时两个状态 如果说战时 那么印度的确可以切断中国从波斯湾 获得石油天然气的通道 但是这行为意味着什么 大家都很清楚 如果你战时这么干的话 我跟你之间有几千公里的陆地边界 我想我们不可能你在海上对我动手的时候 我在陆地上无所作为 对吧 那对印度来说那可能是一灭顶之灾 就这个事你能做 但是后果你承受不了 那如果是平时这事你连做都做不了 我们知道在和平时期 说一个国家对另外一个国家进行海上封锁 这就是战争行为 那么连美国都做不到的事情 印度我觉得这个问题上 美国人想多了 印度人也想多 我们也知道马拉巴尔军演 现在已经演变成为一年是在印度上举行 然后下一年就会在西太平地区这样的轮流举行 也就是说印度实际上也可以借着马拉巴尔军演顺势东进 胡先生如何解读印度的这种东进的动作 我们知道在1990年的当时的印度总理拉尔提出了一个东向政策 陆克伊斯的policy 当时是以经济来推动印度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 目的上代以来 目的把东向政策编成了acting east 这个政策 就是说东进或者叫做东在行动这个政策 它就是要以经济合作的同时 加大印度与东南亚国家的安全的合作 来牵制中国的发展 我们在印度洋周边地区也有一些经济建设的项目 这样我向西而印向东 这是否会形成一种结构性的矛盾也见到 我觉得从事实上来说这种说法是不成立的 因为中印两国在中国在印度洋地区 至少中国在印度洋地区 我们从事的是经济建设项目 这些都是双边或者小多边之间的经济合作 如果这种事情能够理解为具有战略意图 或者说具有军事意图 中国现在遍地都是日本企业 对吧 谈不上这个问题 印度的战略思维中一直有一个比较大的 可以说是这种自我怀疑的这样的一个习惯 他总是认为说中国的任何存在都是有战略意图的 那么他把经济上的合作和政治上军事上的考量 经常混为一谈 这个是印度战略思维的一个问题 但是我们不能沿着这个问题去思考 那么印度的东进或者说向东行动政策 现在多数也是经济上的 而且成效并不好 所以谈竞争其实是谈不上的 中国和东南亚的2016年的双面贸易额达到了5000亿美元 那么印度和东南亚国家的双面贸易额 2016年只达到了将近2000亿美元 完全是一种不对称的一种状态 这样的话我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 与印度的东西政策并不构成机构性的矛盾 而且只是一种互相在经济方面互相拓展的一种发展的趋势 缅甸国防军总司令敏昂来近日访问了印度 而印方则号称是用国王的待遇来接待他 并且承诺对缅甸提供军事援助 印度对于他的高规格的接待背后有什么样的打算呢 叶先生 实际上印度和缅甸的关系一直很密切 就是总是有人说我们在缅甸军政府时期 唯一支持缅甸的大国 其实这话不对 缅甸军政府时期印度和缅甸的关系也很好 那么只不过他做的比较低调而已 现在缅甸所谓民主化以后 那么印度非常重视和缅甸军方以及民盟政府的联系 那么他也高调接待过昂山素季 那个时候也号称用王后一般的礼遇去接待他 所以其实这个事没事没什么奇怪的 这个事情我们看看就好了 因为缅甸来和印度军队之间的接触 其实不代表缅甸的外交政策有什么大的改变 对 也就是说我们对于缅甸的国防军总司令 去反应不必太敏感 那7月4号的时候 在印度和东盟国家召开的得理对话上 印度以东盟印度关系为未来25年指明路线为主题 希望将双方关系提升到新高度 建设决定性伙伴关系 胡先生如何来看待 印度对东盟国家的这一系列的外交动作呢 刚才我也讲到了这个目的上台以来呢 积极的突然在东南亚国家的关系 印度想利用东南亚国家的在经济方面安全方面的合作以后 能够打造成一个南亚和东南亚联接一起的一个通道 然后印度希望把自己的经济的影响力 政治影响力扩展到东南亚地区 而且印度现在已经正式宣布要邀请东盟社国的领导人 参加明年的印度的公共国日的活动 这样的话是进一步来拉拢东南亚国家 这样向东南亚国家表示 印度是真诚的优好的和东南亚发展或者关系 那么这个是就是有一个印度与东南亚国家的合作呢 之间有个与中国竞争的一个意识在里面 所以说这也反映出印度的长期以来的一种地缘政治的冷战思维在里面